各位同學大家好 現在為各位介紹背包的裝填 背包裝填有幾個原則 第一個是上重下輕 上面重的東西通常像糧食 催俱 蘆俱 這個比較重的上層桿子 這比較重的東西通常放在比較接近你肩膀 靠近你肩膀的位置 下面比較輕的東西像醉墊 醉帶 比較厚重的衣物 這個比較輕的東西通常放在比較底下 然後比較重要的一點就是 注意到袋中要有袋 現在的背包雖然做得非常好 材質也都非常好 但是同學們一定要切記 在下一天的時候如果碰到pando袋 一兩個小時之後背包一定會滲水 接縫處一定會滲水 所以說裡面一定要再加一個黃水袋 這樣可以防止你裝備的潮濕 然後一旦休息的時候你的衣物才有可以換 另外左右一定要能夠平衡 背起來才會舒服 然後最後一個最重要的原則就是方便拿起 像側袋頂帶的部分 通常我們都會放急救物品 然後隨身用的衛生紙 頭燈 然後你簡單的糧食 口糧等等 當你在緊急要用的時候 你就可以很方便的拿起到 還有雨衣等等 這些東西你一定要在隨手可以拿到的地方 另外再跟同學們介紹這個 黃水的 髒粉黃水 黃水套 這個黃水套 在現在的背包裡面它都有附陣 然後這個黃水套在下一天的時候 你可以很快速的將你的整個背包造型 然後讓你的背包不會受到你的淋濕 這是目前大概你在買背包的時候 它都會附陣這個防水袋 所以說這是一個比較安全的一個裝備 這是大概我們跟同學們介紹的 有關背包裝填的一個原則